Hello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维生素K。 非常感谢大家。 维生素K缺乏的症状 1.容易出血 维生素K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对于血液凝固至关重要。 缺乏维生素K会减少机体中凝血酶原的合成,从而导致出血时间延长。 维生素K缺乏症的主要症状是出血过多,包括容易瘀伤,支架下有小块血块。 粘在体内区域的粘膜出血等。 因此,如果人体缺乏维生素K,就会容易出血。 2.凝血病 维生素K缺乏会导致凝血酶原的合成减少,使得出血时间延长。 这可能导致皮下出血、肌肉、脑部和内脏等出血情形。 甚至会因为微小创伤引起的血管破裂。 3.血液不易凝结 维生素K缺乏会导致凝血因子合成减少。 从而导致凝血时间延长和皮下出血,称为子垫。 它还可能导致婴儿维生素K缺乏性出血。 维生素K缺乏症的症状包括容易瘀伤和出血。 例如流鼻血、牙银出血和支架下小血块。 4.腹瀉 维生素K缺乏可因肠漏。 广泛性小肠切除术或慢性腹瀉引起的吸收不良综合症而引起腹瀉。 囊性纤维化。 肠炎等胃肠道疾病患者也较已发生维生素K缺乏。 可腹瀉并非维生素K缺乏症的常见症状。 5.新生儿出血疾病。 维生素K对人体凝血功能有重要的影响。 新生儿出生时身体的维生素K含量都很低。 但在出生后的几天内,体内的维生素K会急速上升而足以抑制出血。 然而,有些新生儿仍可能出现维生素K缺乏性出血。 此症状会造成新生儿凝血异常,导致新生儿身上可能会出现不预期的瘀青或出血。 此症状通常在产后12周内发生。 如果初次出血是发生在脑部或肠道就容易会有危险。 这是属于内出血的一种,很难被诊断及确认。 因此更容易造成生命危险。 也可能会导致吐血,即肠子与脐带等部位出血。 6.凝血不正常。 维生素K对于肝脏中凝血因子的产生至关重要。 维生素K缺乏。 会使得凝血因子的产生减少,导致出血性疾病。 这是因为凝血因子的激活需要维生素K。 因此,维生素K缺乏容易导致异常出血。 7.伤口不易愈合。 维生素K缺乏会导致出血过多,因为没有维生素K。 血液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凝固。 维生素K在体内发挥着数百种作用,如骨壳再生。 伤口愈合和增强免疫系统。 如果人体缺乏维生素K,伤口就较难以愈合。 8.骨质疏松症。 维生素K缺乏会导致骨质流失和骨迷度降低。 从而导致骨质疏松症。 这是因为激活格拉蛋白必须有维生素K的协助。 而格拉蛋白对于维持骨骼健康相当重要。 维生素K缺乏症在成年人中很少见。 因为许多食物都含有足够的维生素K1,并且身体也可产生维生素K2。 同时也擅长回收现有的维生素K。 9.心脏病。 维生素K缺乏会减少肌体中凝血酶原的合成,从而导致出血时间延长。 出血不止,即便是轻微的创伤或挫伤,也可能引起血管破裂。 许多研究显示,也可能影响到其他脏器。 如心脏,进而导致冠心病类的疾病发生。 心血管疾病在发病时,也与慢性阻塞性肺病有高度的关联性。 10.血管钙化。 维生素K对于基质格拉蛋白的合成很重要。 能够防止血管钙化可是当维生素K与MGP缺乏时, 会无法预防钙在血管内囤积,导致血管钙化。 此外,维生素K可引导钙进入骨组织沉积, 缺乏时会导致动脉及其他软组织钙化。 维生素A、B、C、D、E 是广为人知的人体必须维生素, 但维生素K却常被忽略。 这是因为人体对维生素K的需求比其他维生素少, 而且教育从饮食中获得。 通常一般来说,通过饮食补充维生素K后, 身体很快就可以补足所需。 因此严重缺乏的情况很少发生。 当身体缺乏维生素K时, 就容易导致格拉残疾的不完全或部分形成和格拉蛋白质的失火, 以及影响骨骼蛋白质的生成。 与骨骼生长,甚至可能导致骨骼生长停滞, 也会导致凝血时间延长, 影响血液正常的凝固, 以及容易骨折等问题。 维生素K可协助与控制。 骨骼和血管中的骨骼调节蛋白质的制造, 是对骨骼健康非常重要的营养素。 在补充钙质的同时, 也需补充维生素K, 促进钙质的吸收。 如果只摄取维生素D而缺乏维生素K, 就有可能加速动脉钙化的情况发生。 维生素D可以增加肠道对钙的吸收, 却无法引导钙沉积的位置。 如果血液中的钙太多, 就会形成高血钙症。 一般来说, 均衡饮食通常不会出现维生素K缺乏症。 因此健康的成年人很少会出现原发性的缺乏症。 但是, 维生素K缺乏的原因包括肠道吸收受干扰, 或使用维生素K结抗剂治疗, 与脂肪吸收不良, 肝脏机能受损者以及阴急性中风等原因使用大量抗凝血剂等情况相关。 新生儿缺乏维生素K的原因有很多。 在出生时, 由于维生素K不易透过胎盘从母体转移到胎儿体内, 与加上母乳提供的维生素K不足。 新生儿肠道内产生维生素K的细菌, 以及肝脏尚未完全成熟。 因此容易会有维生素K水平低下的情形。 当新生儿皮肤经常有瘀血或心门顶上有红色印记, 这可能是缺乏维生素K导致凝血功能受损的症状, 并且患有肝病。 或刚进行过腹部手术的人也容易出现维生素K缺乏症。 此外, 神经性暴食症患者, 及服用抗凝剂的人也容易出现激发性的维生素K缺乏症。 维生素K缺乏症可能与特定药物有关, 但作用机制尚不清楚。 当有维生素K缺乏症时的症状有 鱼斑、流鼻血、牙银出血和女性月经大量出血等。 维生素K缺乏症被定义为对维生素K具反应的低凝血酶原血症。 缺乏时亦增加凝血酶原时间。 因此, 缺乏可能会导致不可控制的出血情形与软骨钙化。 严重的骨生长变形以及不可容的钙炎沉积在动脉壁上, 也可能导致出现出血性疾病。 胃部不湿或严重腹泻等, 甚至可能导致恶性贫血。 全身无力, 无法行走, 失语等情况。 长期缺乏时也会影响骨骼生长并导致骨质疏松等问题。 维生素K过量 1.肝脏受损 维生素K过量可能会对肝脏造成负担。 维生素K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 摄取过多的维生素K会在肝脏中产生凝血因子, 进而导致血栓形成。 此外, 当肝脏受损时, 体内的各种代谢过程均可能出现紊乱。 2.血栓 维生素K过量可能会在肝脏产生凝血因子而造成血栓。 维生素K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 摄取过多的维生素K会在肝脏中产生凝血因子, 进而导致血栓形成。 此外, 长期使用维生素K解抗剂口不抗凝可能有出血或血栓栓色并发症的风险。 维生素K过量会对人体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过量摄取维生素K会导致出血症状, 包括皮肤瘀青、 牙龈出血、 黑便和血尿等。 注射一使用过程中也有可能引起过敏反应和其他不良反应。 注射过快, 容易引起面部潮红、 出汗、 支气管症挛和低血压等。 如果新生儿使用过量的维生素K, 可能会导致高胆固醇血症、 黄胆和溶血性贫血等健康问题。 因此, 适当地控制维生素K摄取量非常重要。 可避免出现不良反应和健康问题。 需留意维生素K摄取的时期。 1. 服用抗凝血与抗血栓药物。 服用抗凝血与抗血栓药物时, 摄取维生素K过多或不足都可能对治疗产生影响。 维生素K是参与凝血的重要元素。 大量摄取富含维生素K的食物可能会降低药效。 2. 广效型抗生素。 根据长期使用频谱广泛的抗生素可能会干扰肠道中维生素K的合成。 同时会杀死肠道细菌并且会影响维生素K的制造。 也容易让新生儿有较高的缺乏风险。 3. 孕妇。 维生素K有助于血液凝结。 对于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有益处。 如果孕妇摄取足够的维生素K。 在生产过程中,胎儿出血的风险可以降到最低。 孕妇如果缺乏维生素K,可能会增加流产几率。 产后大出血的风险也会增加。 此外, 维生素K还有助于胎儿的治理发育。 4. 服用干扰脂肪吸收的药物。 某些干扰脂肪吸收的药物可能会影响维生素K的吸收, 进而影响凝血功能。 例如, 抗生素和胆固醇降低等药物可能会降低人体对维生素K的吸收。 5. 肝功能差。 维生素K在凝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缺乏维生素K会导致依赖维生素K的凝血因子缺乏。 这些凝血因子需要维生素K参与。 在肝脏合成, 通过细胞膜释放至细胞外。 肝脏是合成凝血因子的主要器官之一。 当肝功能受损时, 会影响凝血因子的合成和释放。 肝发炎或坏死时也会影响到。 维生素K吸收和凝血的功能。 6. 凝血过多。 维生素K可以帮助在月经周期中不至于出血过多。 并为前症后群症状缓解疼痛。 因为它是一种凝血维生素。 缺乏它可能会导致月经期间的出血过多。 另外,月经期间有时甚至会有疼痛。 7. 糖尿病。 维生素K在预防和改善糖尿病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一向针对荷兰男性和女性的前瞻性炎就发现。 在10.3年的随访中, 记录了918例糖尿病病患。 对于维生素K1饮食摄入量每增加10微克,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会显著降低7%,而对于维生素K2则有较高的胰岛素敏感性,并且血糖状态更佳。 维生素K与其他维生素不同,是一种有助血液凝固的重要营养素。 但是它也会与一些药物产生交互作用。 特别是与抗凝血药物时,高剂量的维生素K可能会抑制抗凝血药物的作用。 因此,服用这些药物的患者应该正常均衡摄取维生素K,不宜突然大量增加或减少摄取量。 此外,一些降血胆固醇或抑制脂肪吸收的药物,也会影响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 在服用会干扰脂肪吸收的药物,也需要在摄取维生素K的时间上注意时间间隔。 因此建议在服用这些药物时特别注意维生素K的摄取和补充。 同样的,一些抗排斥药物,也会降低维生素K的循环,影响维生素K的活性。 其他可能与维生素K产生交互作用的药物,包括广效型抗生素,可能会破坏肠道中产生维生素K的细菌。 从而降低维生素K水平,尤其是长期服用药物,与服用抗生素,以及食欲不振的人患维生素K缺乏症的风险较高。 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患者,需要注意维生素K的摄取及补充。 必要时可以咨询医师及营养师的建议。 在补充维生素K时,也不宜摄取过量。 维生素K对于人体的凝血和钙质利用非常重要。 虽然维生素K通常不会不足,但对于钙质利用不佳。 脂肪吸收不良与长期服用抗生素,以及经常流鼻血的人或怀孕及哺乳妻妇女,与经血过多的女性以及肝功能差等状况时,就比一般人更需注意维生素K的摄取。 维生素K分为维生素K1和维生素K2两种形式。 可从不同的食物中获取,含有维生素K的食物。 一、含有维生素K1的食物有。 深绿色叶菜类,如菠菜、木树、白菜、香芹、花椰菜、菌达菜、高丽菜、羽衣甘蓝、豹子甘蓝、绿色无精、宽叶羽衣甘蓝、绿色芥菜类蔬菜等。 二、维生素K2。 人体肠道可合成足够的维生素K2,也可从蛋、肉类、牛奶、肝脏、乳制品和肉类以及发酵食品如酸奶等中摄取到。 维生素K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素之一。 它可以从食物摄取或肠道内细菌合成获得。 叶氯昆是一种广泛分布于动物和植物性食物中的维生素K1形式,但含量因食物类型而有所差异。 植物中的维生素K与膳食补充剂中的维生素K相比。 由于其在叶绿体的类囊体膜紧密结合,其生物利用度较低,无论是新鲜或经过烹煮都会受到影响。 维生素K1主要存在于深绿色蔬菜,以及植物油中。 维生素K2则主要存在于动物性食品,以及发酵食品如酸奶等。 此外,肠道中的细菌也能自行制造维生素K2。 因此,通常不会缺乏维生素K,并且可通过多种不同的食物摄取到维生素K。 其中,以大豆发酵细菌制成的纳豆是维生素K2中MK7的丰富食物来源。 维生素K2的补充,建议透过天然食物来摄取。 绿叶蔬菜、绿色豆甲类植物等都是维生素K含量丰富的植物性食物。 此外,动物肝脏也可摄取到维生素K。 一些非热带种子的植物油,如橄榄油、菜籽油、大豆沙拉油、葵花油和芥花油等也是很好的维生素K来源。 除了上述提到的食物外,乳酸菌、寡糖类食物、肉类等也都是很好的天然维生素K来源。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